對焦 哈囉大家好 我是鐵熙 那今天的影片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是收到Vogue的邀請 然後這次要人生第一次去出體驗皮秒雷射 那 今天要去的診所叫做 比比八千代 不知道為什麼在講這個診所的名字的時候 有點不好意思 那皮秒雷射其實我 之前就非常的好奇 皮秒雷射是什麼 但我上網查 其實好像皮秒雷射的 資訊並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多 皮秒雷射它就是針對 你的毛細口膚色不均 還有痘疤這個狀況 那我要接這個案子之前 其實我個人還蠻謹慎的 因為我覺得畢竟雷射這個東西是 你花了錢之後 它要打在你的臉上 所以如果這個診所真的不太OK的話 我就覺得可能會 你知道就是接起來可能也會被大家 把他表個半死 所以我就其實上網查了蠻多 大致上來說我覺得這間診所的 評價還不錯 有些人打了都說有感 那少數幾個人說 覺得打了好像沒什麼感覺 但就是只要有人說沒有感覺 下面就會有人在回說 可是我覺得打了還蠻有感的 我會盡量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我自己打了覺得有沒有效 要用影片直接呈現給大家看 也算是最誠實的呈現方法 所以呢 我現在就是要放進來給大家看我自己的膚況 超近的 那我必須要戴著眼鏡 因為我有近視 我如果沒有戴隱形眼鏡我會看不到 好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的毛細孔算蠻小的 這也算是我平常還算自豪的事情 但是呢其實大家還是可以看到 就是毛細孔並不是完全看不到 其實還是有 所以我覺得去打 我們應該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就是有沒有效果 可以看到我的臉就是有一點膚色不均啊 然後痘疤 這邊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痘疤 這裡 這個痘疤其實在我的臉上還蠻久的 這個是不是也是痘疤 這邊有一個痘疤 大致上就這樣子 希望膚色不均 可以改善 現在的時間是 11點01分 早上 那我現在馬上就來叫建車 然後來出發 先去看環境 然後再來看打得痛不痛 然後再來就是來看有沒有效 不用按喔 好像蠻可愛的 現在剛洗完臉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超笨保濕洞膜 而且我來我沒有特權喔 就是我做的東西大家如果來這邊做都會有 特別要求不能有特權 你是要洗一下 好 現在就是敷個麻藥 因為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很痛 我聽說 其實不敷麻藥可以直接打也OK 但是可能就會有一點點感覺 那因為我個人是一個比較怕痛的人 我就想說 敷一下好了 好了 我們現在要來跟醫生好好的聊聊 我現在就戴著像 這是什麼 防塵帽 眼鏡 因為我看不到 然後就是 然後還穿那種浮誇 浮誇雷絲秀的衣服 不覺得看起來很幽默嗎 陳醫師過來囉 嗨 有 但是現在這個感覺 喔喔喔喔喔喔 有點疼 對 有一點有點怪 就說我是個很難鬥的人 我在跟攝影機講話 然後 我覺得這個打起來其實跟 喔 金浮雷射有一點 感覺有點像對不對 各位 真的 我建議大家服髮藥服 你現在很好嗎 好 知道 然後 我跟你們說其實我的偶包最在乎就是皮膚好不好這件事 所以 今天我真的是 有點不願意在鏡頭的面前讓你們看到我這樣子 但是我們要 要你們了解一下這是什麼狀況 好 這樣過來一點 現在打完臉還算蠻紅的耶 待會就是看保濕打入跟冰敷之後退紅的狀況 跟一開始打完比起來好像算退 有退啦 沒有那麼紅 然後我們就再看看晚上 實際的狀況怎麼樣好了 好我現在回到家 然後時間是傍晚的5點07分 我現在的退紅狀況就是 額頭這邊算是快要消掉了 鼻子倒是沒有紅 然後就是剩這一區下巴跟 臉頰這個這個線這個地方 就是還有一點烘烘的 然後 剛剛他們有跟我說大概三到四個小時可以補一次保濕的東西 我可以直接用那種保濕的濕敷面膜 我就直接敷薄薄一層 然後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 好的現在時間來到了 1月31號的6點41分 我覺得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膚色的感覺是的確有提亮蠻多的 有一點點花花的 在下巴的周圍 還有下巴 有沒有 一點點 這裡的那個毛細孔 感覺是有改善的 今天先記錄到這兒 今天是我打皮鳥的第三天半 那我覺得退紅其實都退得差不多了 加上我自己其實早晚都有做濕敷 你可以看到我的臉就是有亮亮的感覺 現在就放進來看一下我的皮膚 我覺得毛孔的部分差蠻多的耶 發現我的皮膚真的是稍微比較敏感的 所以有看到局部小小的地方還有一點 就有點像人家去刮沙的那種感覺 額頭的部分我今天這邊這個 我不知道它是痘痘還是什麼 因為它長得又有點不太像痘痘 反正就是一顆紅紅的在遮 可是 其他的地方 膚況看起來是蠻好的 好今天就是我們的第三天半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想 下次做紀錄應該就會是兩週的時間 再來給大家看我的膚況怎麼樣 等一下手機先調一下形式力好了 好現在的時間是 2月14號情緣節裡 我上次打皮秒已經過了 兩個禮拜又兩天 然後呢 呃 我們先來看看我的皮膚怎樣 我現在還沒有上妝 呃 然後我剛剛就是有做了比較基本的保養 然後來看一下 額頭的部分 我覺得蠻好的耶 欸好像粉刺也還蠻OK的耶 對然後再來就是臉頰的毛孔 感覺還蠻好的 然後呢 這個是上次提到已經很久的痘疤 痘疤的地方我覺得它也有變淡 變成小小的一點而已 不明顯 然後這個這個不知道是 這也不是痘痘耶 這樣是被蚊子咬會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反正它 它不是痘疤啦 這邊這一區 花花的好像也都 不見了 那其實像現在打完皮秒啊 直接上完底妝 我覺得妝效看起來就還蠻完美的 我現在準備要去用頭髮 用完等一下會上妝 然後上完妝 回來再給大家就是做個結尾 出發去用頭髮 我已經把頭髮染完了這一次染身 然後重點不是這個 因為這一次是跟八千代合作嘛 然後我個人會覺得像那時候在 低卡上或者是在那個什麼PTT 有人留言就是有留言說 他們在想八千代這麼便宜 會不會是因為他們打得不夠 所以你就要跑回來很多次 但我後來發現並不是這樣 因為醫生在打我的時候 我覺得他真的下手沒有再就是放輕鬆的 打完以後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的皮膚 算是比較敏感型的人 因為我當時打完 如果你們有看過我即時動態的話 我那天臉非常的紅 欸我影片前面也有剪 就是我的臉很紅 那有一些網友他們就是有在IG的限時動態 就是有留言跟我說 他們打其實都沒有那麼紅 有的人是告訴我他當天打完冰敷後 再照鏡子就沒有紅了 那有人是跟我說當天打完的晚上就退紅 那也有人是說隔天睡醒退紅 那這一部分的話我就是這邊有退掉 就是這邊會比較滑一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我的皮膚比較敏感還是怎樣吧 因為我覺得雷射這種東西 就是因為每個人的膚質都不一樣 敏感程度也不一樣 所以會紅多久 我很難去告訴你們 喔這個打完就是絕對不會紅 因為很多人都跟我說不會紅 可是我打的就是會紅 打完皮尿後 我覺得肌膚上的照顧並不會非常的困難 其實如果你曾經有打過雷射的話 基本上就是按照雷射後 然後你要非常的注重保濕的保養 我前面有說我的毛孔不算很粗大 可是再看一次鏡頭跟我 那一天有稍微回顧一下 我最一開始拍我的毛孔 我覺得那個細緻度還是有在更改善 痘疤比較嚴重或者是你想要去 雷射你的臉部的那種凹洞的話呢 他們下面有一些項目好像叫做蜂巢 就是你可以去加蜂巢 然後去加強局部的地方 可是那個我沒有打 因為當時我就是怕我打完臉會很紅 然後我過兩天就是都還有活動 我就沒有打 對那你們就是可以自己去諮詢 八千代我個人也是第一次去嘛 我覺得八千代的環境很漂亮 嗯...地方也很乾淨 然後裡面的護士小姐也蠻好的 在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很多的診所 大部分如果你要打雷射 除了第一堂就是什麼體驗價以外 其他都會建議你說要包課程 就是一整堂可能就會買越多越划算 那我覺得八千代比較好的就是他可以一次一次單獨的打 然後他們的單價其實我上網查 真的是比一般的診所還要來的便宜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問他們 但是因為我覺得 反正我講了大家也不一定會相信 就是你知道因為每一間診所都有自己的說法 所以反正他們就是比較便宜啦 然後我去打我也沒有覺得不好啊還是怎麼樣 對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優點就是 他是可以一次一次打 例如說你今天想到說 喔我好像最近可以保養一下 那我就再去買就好 不需要說你買一大堆 然後可能後來你也懶得去 或是你一忙你也沒去 然後就浪費了這個錢 好那以上就是我實際去打皮秒的心得分享 提供給想要去打皮秒 或是正在好奇皮秒到底是什麼的人 因為我覺得影片其實很難做假 那如果你曾經有打過皮秒的話 就是我覺得也很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一起討論 因為我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但我相信每個人的膚況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打的情況可能多多少少都會有點不一樣 那如果你們願意來留言講出來的話 可能也會讓更多想要打皮秒的人知道說該怎麼參考 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記得也要訂閱我 然後就是要按個小鈴鐺顯示通知 可以到我的臉書 然後可以到我的Instagram 我不知道會不會放在這裡 反正就是這邊 或者是下面資訊欄也會有我的這些 這些地方的連結 那最後就先這樣啦 掰掰 現在有一個 請問 奶郎哥有什麼事情嗎 你在這邊 跟我這樣擠